美国首都华盛顿DC宣布将从3月1号开始 不要求民众在餐馆酒吧 健身房和食品商店内必须戴口罩 学校 医院和公共交通中仍然要戴口罩 室内的商业场所也不必检查客人是否接种过疫苗 但商家仍可以自行决定保留检查疫苗卡的权利 根据联邦政府的疫情数据 美国目前每天有17.5万人感染中共病毒 相比一个月前新增病例数减少了78% 不过目前美国99%的线都属于感染率高的地区 每天染疫死亡的人数仍然保持在2200人左右 美国疾控中心CDC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奥密克戎病毒为主导的时期 加强针预防住院的保护力 在接种两个月后变为87% 五个月后仅剩31% 新唐人记者韩瑞综合报道